火车由家乡黄峰出发 我想起四个的时候 父母带我出门 现在是中年的我 带着父母出游 非常难得 这一集 记录我们搭火车由家乡南下吉隆坡出席婚宴 展开24小时的旅程 分享一路上如见的风景 吃过的美食 见识过的城市饭华 以及吉隆坡很有人气的欧佑珠华年巴萨 没错过这一集的欧佑珠快闪美食之旅 我带欧佑珠华年巴萨带我爸我妈来 逛下拜下山 好来到欧佑珠可以找这位叔叔 叔叔叫什么名字 炸鸡炸鸭 这是什么? 炸鸡炸鸡 有猪必吃的 好香好香 闻到很多香味 煎饼果酥 这间山海茶餐室 吃过很多年了 是我的老字号 住在吉隆坡的老字号 我是好想念吉隆坡美食 这个猪肉粉必吃 猪肉粉必吃 咖喱猪葱粉 好香 好香 吉蛋糕就是一种古早味 有有有有有 好香味 好吃 中国洋陈湖的大杂派 人生第一次吃大杂派 我是吃这个虾糕 这个果子很香 这个风水金鸡 我觉得真是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我来到的是和风的火车站 嗨 大家好 我是June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在我的家乡和风 送去涉坡 现在我在火车站 就要带我爸我妈和我姨姨 就要去吉隆坡 喝汽酒 喝我堂会的汽酒 的饭建是在KLCC附近的 所以这一集就记录 我们南下去到吉隆坡的火车 起宴之旅 好 好 我身后就是和风狮子山 不过今天有运是挡住 已经隔了有十年了 就没有搭火车了 今天就带我爸我妈搭火车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待会就记录一路 受火车的风景给大家看 好 现在进车厢了 我也有很多年就没有搭火车了 这一天很惊喜 发现原来现在火车的设备 都很新的 一路上我和父母有谈有说 看看窗外的风景 整个旅程是非常捨异舒服的 哇 家里也挺舒服 冷气也很够冷 好美的山景 在火车上和我爸谈起财经新闻 分享哪一只股票值得买 也牵起我的旧回忆 想当年我打的大一份工 就是做财经记者 我也曾经写过很多财经 金融以及股票新闻 曾经是点股成金的 人生旅程真的好奇妙 以前就分享财经 现在就分享吃喝门落 所以跟着旧回忆 看看风景 很快就到了吉隆坡 好 到了KL Central 三个小时由和风来到KL Central 来到KL Central 其实这里的交通集中 我们可以去每个市区 MRT LRT 还有KLi Express 可以来这里搭火车 去到机场摆铁 吉隆坡中央车站 KL Central 有很多不同的交通转换方式 如果大家想去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来到这个大站 我觉得真的很方便 这次来到吉隆坡 主要是为了出席当晚的婚宴 顺便和亲友相聚 所以就没有去一般的景点了 第一站 我的细宿 就带我们去到 吉隆坡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谷中城Mid Valley 享用午餐了 好 来到Mid Valley 对呀 以前在厨吉隆坡的时候 我经常都会来Mid Valley Shopping 吃东西 我应该有十年 没有来过Mid Valley 今天呢 和亲友 一起来饭嘴 来Mid Valley吃饭 餐就来吃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最有名的 就是他的拉面 和小笼包 但我没想到 这一天竟然 让我品尝到中国的大蟹蟹 哇 这是中国羊晨湖来的大蟹蟹 说上来都挺好笑的 我们就好像乡下出城一样 但一次正知道 原来吃大蟹蟹是这么讲究的 要劳动一点 餐厅人员帮忙拆蟹 去除些不可吃的部位 拆完蟹 还要重新排到很整齐很漂亮 正可以开栋 98元一只 过来大蟹蟹 它的体積很小 浴得很细 但应该是它的原味 鲜甜的味道 真是过飞机 很厉害 第一次吃大蟹蟹 大家都没有经验 所以流出不少笑话 原来大蟹蟹最鲜美的部分 就是蟹黄蟹膏 而且要很有技巧地慢慢吃 正可以品尝到它的独特之味 真的很香 很奶油的感觉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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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我爸爸妈妈对于这个宅宅 他的评价很一样 他说没有什么肉可以吃 好吃吗 好吃吗 我不是什么食家 我觉得人生第一次吃 有一个体验 也不错 我觉得在大妈吃大蟹蟹 就真的很贵 主要就是试一下味道 拿个经验 不过这间餐厅其他的美食 就比如说小笼包 拉面都非常美味 所以在吉隆坡的大一餐 大家都很满意 有一个味道 很爽口 这个是红油炒手 它的味道是酸酸辣辣 我觉得很好吃 这里是酸菜鱼 真的很鲜甜 酸酸辣辣辣 很棒 很棒 旁晚时分 来到KLCC附近 出席很特别的花园结婚仪式 在繁华都市的壮观背影 襯托之下 延长的气氛真是很浪漫的 这一天也让我见识到 在大城市办婚宴的场面和气氛 也祝福一对新人 新婚愉快 幸福美悶 好漂亮 好漂亮 第二天一早就来到我好挂住的欧妞珠 华莲花园巴萨 过去我曾经在吉隆坡的大城堡住了十几年 所以华莲花园这一区是我好熟悉的地方 我都好多年没来这个巴萨了 这一天看到很多档后都不同了 但是依然都是这么热流的 好 现在来到的就是 吉隆坡的华莲花园 这里真的好好行 我住在临坡的时候 几个礼拜都会来几次的 今天就带我爸妈 昨晚喝了喜酒 就现在来行巴萨了 好传统的睡觉夫 在我爸妈买衣服 在我爸妈买衣服 这些男性传统的睡觉夫 很有兴趣 在这儿是的 在我爸妈买衣服 在我爸妈买衣服 老虎的鸡脚 回到哪里做呢 蠔油是油 蠔油豉油 可以买一些炉鸡脚回去 十月中就开始买过年饼 有炸豉菇 今天是星期五,人比较少 但是很好吃 这个散包好吃 我去过这个鱼鱼卖 很出名 好吃 很出名的 很出名 欧油豉必吃的 很好吃 很好吃 哇,又是烧肉 烧肉 哇 烧肉 这个是鱼肉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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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华莲花圆 是一个华人人口佔多的住宅区 这个巴塞真的很大 买东西吃东西都很方便 走了一会儿 我也找到一些老挡口 这个是 经济炒味粉 很香很香 现在是闻到很多香味 有什么 加上咖喱 这个是老挡口 以前老挡口 我经常来买的 炸香蕉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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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走了一会儿 我最想找回的 是以前最熟悉的 吉隆坡巴塞美食 好 这间山海炸餐室 吃过很多年 是我的老字号 住在吉隆坡的老字号 每天来都是满座的 你看 来到奥鸡巴塞 这个炸餐室 是轻熟的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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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必食的 后面的这间 是豬肉菌 今天就吃了两肉 我是很想热 吉隆坡微食 其实华年巴塞 有很多茶室美食 而这一档海鲜猪肉粉 就有40年的历史 据说是吉隆坡 十大猪肉粉之一 也是我每次回到吉隆坡 都争取机会 来品尝的老味道 说到猪肉粉 其实是吉隆坡 很常见的美食之一 而这一档老字号 最特别的 就是熔料新鲜 除了说肉碎 肉片 猪肝等等 亦都可以加内藏 以及其他海鲜料 那它的汤水 真是非常清香 鲜甜 暖胃 我很喜欢这里的豬肉粉 它的汤 很清甜 嗯 它是没有太多的调味 但是很原始的清甜味 香脆的猪肉渣 也是美味的关键 其实这一日吃的这一碗猪肉粉 除了说品尚美味 也是重温旧回忆 令我想起以前在吉隆坡 打拼的日子 这一碗猪肉粉 我觉得它和我以前吃的味道 稍微是一些不一样的 以前比较浓一些 现在比较清淡一些 现在比较清淡一些 但是有人说 以前的料粉更加多 那现在质肉贵 所以料粉少了 而另一道我最想念的美食 就是吉隆坡的羊料猪肠粉 我过去住过大马不同的城镇 我就发现 不同地方的猪肠粉 酱汁和风味都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 檳城的猪肠粉 就会加虾酱的 所以有些人就吃不惯的 它的味道是咸香大甜的 而吉隆坡或者二宝的猪肠粉 就可以选择 酱油原味或者咖喱汤的 食的时候会配上各种羊料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丰富的 这边最棒的猪肠粉 就是有羊料的 很简单的咖喱猪肠粉 但是十分之香 这里的猪肠粉 是非常滑的 咖喱味都很滑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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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茶茶茶这里 还有一档排队美食 就是即做即卖的鸡蛋糕 以及鸡蛋卷 这个鸡蛋糕 很棒 很棒 它是鸡蛋糕 这个鸡蛋糕 即是一种古早味 很清香的鸡蛋糕的味道 鸡蛋糕也很推浅 很香 它不会太甜 吃点点 松淡 香 好吃 它不会太甜 所以每次来到吉隆坡的这间茶室 我都会买鸡蛋糕 回到奔城 松印 或者是慢慢享用 吃饱了 还可以逛逛室巴塞 顺便买一些吉隆坡巴塞的食材 回去吧 来到吉隆坡 我都会买一些炸腐竹 回去 我觉得它的药料做得很好 好吃 哇 好新鲜 这些椅是哪里的 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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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那里 哦 安醇那里 虾都好看 很新鲜 你看 融虾 好 看来到华年巴塞 可以找这位uncle uncle叫什么名 阿连姐 阿连姐 阿鸡哥 所以这次的巴塞之旅 大家都悶了而归 最后一站就来到 Pavilion Bukit Jarela 我很喜欢入门的这只金鸡 我觉得是很有气色 给人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 这个风水金鸡 我觉得真是很漂亮 我确实是很漂亮 我亦趁这次机会 走入这里最出名的鸟屋书店 扮一下文青感 感受一下这里很独特的 文艺书香气氛 这家书店很有格调 很适合打卡 当然这里的藏书 这里可以选择诗诗的种类 真的很多 我觉得应该算是吉隆坡 数一数以来 我觉得是最有格调 最漂亮的一间书局 哇 很多书啊 我觉得来到Pavilion Bukit Jarela 这家书店 是一定要来看看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看书也好 因为整个气氛呢 啊 充满书香味啊 这里可以找到很多日本书啊 你真是 很漂亮 那在行程的最后一站 就来到这间港式风味的餐厅啊 它有四大 天王啊 叉烧韵汁面啊 菠萝油啊 大茶饭啊 粗油渣拌饭啊 烧肉烧鸡 哇 这个叉烧啊 哇 那在吉隆坡吃了几餐呢 我就发现这里的消费水平都挺高的 好像这样一间在购物中心的餐厅 那些食物的味道呢 都算是中上啦 但是价钱都挺贵的 好似这一碟 云吞面啊 加些叉烧 是卖十八十九元一碟的 几个人吃一餐下来呢 都要几百账来找数的 无论如何啦 可以带着长辈们和亲友相聚 真是很难得的机会呀 那这一次的吉隆坡火车之旅 我们品尝了好多美食啊 亦都留下好多美好的回忆 那希望好快就有机会 再次回到吉隆坡啦 多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下面的金鸡 我觉得这个好像一个是 风水金鸡肉 好了 要结束吉隆坡的行程啦 每次来呢 真是很匆忙啦 今次都是原理外 因为回来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啦 大家觉得吉隆坡呢 我很喜欢啦 有很多美食 还有很多景点 未来的机会去到 今次只要是 鸩鸩人全聚啦 希望下次很快的机会 就可以回到吉隆坡啊 我的大宇家乡啊 你觉得吃不值得吃呢 见仁见智啦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用 吃了 吃你的鸭糕 鸭要慢慢吃啦 那我就不理什么食家啦 我觉得人生第一次吃呢 有一个体验啦 我都不做的 哇 真是进入一个书海 充满了书香味啊 UMifter 2 1 2 5 6 7 6 7 9 9 3 9 H